王一博风起洛阳有热度被刷差评 有关注风起洛阳的小伙伴就知道 这部剧的热度确实很高 而且热度基本都是第一 在胡珠夫人收官后 他便赶超了女心律师 冲上了热度榜的榜首 但是好剧真的不怕被诋毁 风起洛阳逐渐低开高走 逐渐被更多人给关注 王一博扮演的百里红异 更是圈粉来了不少观众 从被刷差评到评分逆袭 王一博身上的流量 是好还是坏 也让人陷入沉思 赵丽颖随时凶手命运一致 作为主演的赵丽颖 演绎的是反派角色神语 一个心思缜密 为了给自己的父亲脱罪 而深藏城府的女心律师 但还没出场的时候 赵丽颖的演技就一直被个吐槽 有网友公开刷屏 吐槽赵丽颖的演技差 没有看点 流量也是双刃剑 从王一博到赵丽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流量如今对于演员来说 也是一把双刃剑 有好的地方 也有不少的地方 文章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觉得流量是不是双刃剑 艺人有流量是好事 还是坏事呢 欢迎留言告诉大家哦 小字幕志愿者 杨刀剑